将互相加血量打 收条抄回答 无线电呼叫 另一头却迟时没回应 苏澳一扫宜兰籍岩神钓鱼船 复讯号传出遭到日船扣押 各界着急 作业的位置 确实是我们站定直把线 与东五海里的位置 确实是日本的海域 秉持物王物重的情况之下 希望日本方面 对我们的渔民善待的处理 根据海巡署初步了解 复生渔船27日晚间10点多 从南方澳渔港出港 船上共八名台籍船员 驳渔船疑似超过户渔界线 进到日本 渔纳国岛12里内捕捞 在28日下午4点多 遭到日本海报厅巡视船 要求停船登舰 船长等八人被带回 石原岛调查 日方也提出必须找招担保金 150万日元才能释放人船 目前送信船长家属 已经在29日下午完成汇款 只求日方尽速释放人 港部分我们会发动检查 那发动检查之后 会要求渔民靠边 接受我们的蓝检 目前猪纳八办事处 也在协助处理中 各界只希望一伙人平安回来 借林医生已然报道 我是方艳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艳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